好 重启不进系统有时能进啊 从这个有时能进的话 那我们就肯定能分析到的啊 间接性的 间接性的 然后呢 这种只要是有时重启的 那个隐私报告里面都能准确的锁定是哪里导致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然后呢 如果这些看不懂呢 没事 我们还有其他方法 看电流 是不是 电流也能告诉我们是哪些区域的 是不是 4013 4014区域的 还是错误940区域的 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呢 他又不重启了啊 他又不重启了 然后这个机器6代6p的通病 肯定是逻辑码片区号 我们来测一下 我们来组织掌线了 好 683啊 虚了一个一个400多 一个683 然后这个683是来自于系统1.8的组织啊 加上中间有一个2.2k的电阻之后 而哪的组织偏高啊 然后呢 测电压啊 这个时候说 我们要进行测电压 那它的电压是正常的1.8 因为系统的1.8不可能会出问题啊 如果是系统的1.8出问题 它就不用说重启了 机器的开机都开不起来 然后呢 我们可以测电压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测摩基码片 这两个角的电压 我们来看一下 电压电压电压打呢 1.8 1.8 1.8然后呢 我们会发现就是 是两个电压有点差距 有一个有负载的 有个CPU通讯 它会大概是1.7级啊 没有跟CPU通讯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仔细看一下啊 但这个最好是在显微温下面 这1.79 1.80啊 那我们再测虚幻的那一个 1.801 1.802 这是小微诺的小区别 好 再见 免菜费键就开解